大林电厂是民国60年代的电力主要供应者 当时全台一半的电力皆来自于此 更是唯一兼具煤、油、天然气等不同类型燃料的电厂 101年12号机组处以进行更新改建 而电厂的员工则展开了一系列大林文物保存的工作 大林电厂到现在已经将近48年的历史 我觉得一个电厂它不仅是一个发电单位 要有它柔性的一面、有它文化的传承的一面 对这个地方有生活的感情 我很喜欢用泥脸的手法 把蛋的故事一张一张下面把它串起来 文物展示室中除了电厂严格、老照片、旧机组资料以外 也纳入由鸿毛港文化协会所提供 居民千村后留下电火等等生活器具 同时将旧机组的涡轮叶片 再生利用作为电厂装置艺术 赋予其新的生命 费心保留电厂旧大门、照片、机组零件 并巧妙地运用配置于新厂区中 就是希望留下过去的轨迹 传承大林人的精神 我们新的大林一号机燃煤发电机组 它效率叫我们传统机组也高 而且环保排放也标准也比较高 我们是希望它近视完成测试 然后为我们这个电力系统增添生力精 也可以降低我们的营运成本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 期待大林电厂新一号机组测试顺利 势必有助于舒缓目前台湾供电吃紧的状况 台电公司高雄报道